中原大學校園內有不少學生走動 剛恢復實體課程 只是還有人還沒辦法回到校園上課 中原大學在官網公告 為了預防宿舍潛在性個案群聚感染 大一學生從18號到23號才線上課程 中原大學疫情從一開始的校外桌遊店燒進校園 3月31號全校暫停實體課程 改線上到4月17號 但從8號以來10天內已經累積30例確診 校方說明這次學生染疫沒有接觸班級的人 加上配合教育部新規 沒辦法全校停課改線上教學 才只針對大一學生延長線上教學時間 而對學校決定學生則是默默接受 其實多少會擔心 但是也沒辦法我就聽學校規定 教育部公布大專院校停課標準 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科系所班組 如果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 全校停課10天 師生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而台灣學生聯合會18號發表聯合聲明 希望可以修正現有的停課規定 讓各校自主決定 那具體來說的標準的話 不會是像三分之一 這樣子直接用一個數字來去做估算 而是各校會可以評估自己的疫情的狀況 包括校內或者是周邊的阻跡 然後還有概念的封線等等 來做一個全盤的評估 台灣學生聯合會認為 大專院校是特殊的場域 大家會跑班上課交流頻繁 餐廳 攝場活動 體育場館都難以準確匡列 到17號下午為止 有45間大專院校受到疫情影響 對於停課匡列準則 台灣學生聯合會呼籲 能有更精準做法 TVB 新聞林志偉 廖子盼 桃園報導 請支持TVBS 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